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 今天来到行政院的现场 看到这个 看到有很多的这个 首富的这个纸条 已经挂起来了 心里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难过 这里是大家为他们大府的朋友 写下来的这些话语 那我也看到这边 他们昨天晚上很多人留在这边 那这里是 这些伙伴们在这边 准备等一下十点半的记者会 那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朋友的一个关心 的一些话语 带给他们这个力量跟鼓励 大家的声援 我们看到这边很多人在这边 漏夜的守护 我快点上来 这边现在这个阶段 上面有很多人在这边 我奇Fi 你一直在这里 在这边 这边已经卡尾了 然后是 上到最后 就在这边 上到最后 这边 上到最后 了 真正湾 对 这里有这个苗栗县长 刘一阵红的摄像 那我看 很多朋友来到现有些朋友已经来到现场 警察先生也已经就进一位 等一下可能还会有更多的 那我看到这个就是张药局 张先生来到现场 我也请他帮我们讲几句话 麻烦你说一下 三年多了 为什么我的房子还留不下呢 这个政府到底是怎么 只有六平的房子 合法的建筑 合法的实物 为什么 为什么 难道政府真的要这样子营业了小老板 一个家 是一个温暖的家 为什么就要这样子被拆 房子没有人 那人丢着 还有生存的意义 7月7月5日 政府就要执行他的 依法系列 有天主 有天主 有公道 各位 请救救我们大福 面对 真的是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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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希望 感谢观看